普化实验室位于科山馆二楼2014 进入实验室的个人安全防护 包括护目镜、实验衣、长裤、完全包覆竹类之鞋子、头发 护目镜在实验课程进行中眼镜佩戴隐形眼镜 并需全程佩戴护目镜 实验一正面所有扣子均需扣上 以防备化学药品颇见而造成意外 长裤而包覆竹部之鞋类 不可穿着拖鞋、凉鞋、短裤或裙装 以防建出之化学品或碎玻璃伤及脚部 长发者必须将头发竖起 以防意外灾害发生 实验室消防须知 实验室的前后门均设有灭火器 前门边有防火毯 实验室的外面走廊上设有安全领域设备 及安全洗眼设备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首先拔出保险插销 一手握喇叭喷嘴 压下把手 最后瞄准火源底部左右扫射 防火毯为南燃性纤维组织 使用时包覆灼火部位 以隔绝空气 若被大量腐蚀性液体坡溅时 尽速以安全领域设备冲洗 若有少量液体溅入眼中时 立即利用洗眼设备以大量清水冲洗 并一面转动眼球后送医 在通风除进行实验前 首先打开电源 然后至抽气柜前 将电灯电源打开 再将拉门拉下至 手可放入通风除内操作即可 实验中应回收集中处理之 含重金属或有机溶剂之肺液 需收集后倒入指定之肺液回收桶内 不得请倒于水槽 把手压下后 扣环扣至后面之塑胶钩 即可倒入肺液 倒完后将扣环放开 把手即可向前推盖上盖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